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下面,背後第二節 是就是說人日復活所長時 從這裡去 所以我們就用說到什麼 因果、因果、因果、各種的這個習慣 但是到底復活中長時什麼? 因為這復活 可以說法文很多 法文都是在教我們 但是又要怎麼用沉寄到這個代性 在裡面他說 有夠所長時 會記住一段 你要沉寄到代性 一定 將不嚴重開始 所以不可以說我賺一點就說我很多了 我跟你說法務寺境 不可以千萬不可以這樣 你如果說賺一點就真的 我跟他說你永遠就落在人的後面 我們聽不懂 所以這個就要無厭俱 無伺境 會討論 這樣 齁 這份討論之後 我們再來研究百分 這樣就在研究去 聽不懂? 生活指導之後 現在就研究這份 以前就研究過心經 百大人各經 聽不懂嗎? 研究很多 因為就有特經 就有人體 到底你夠買 就他在了解 正好就說 談到說金本理處 就對了 因為討論這麼多 這麼多 這麼多 所以他可以拿五 不強勢肝的沉默 你知道嗎? 什麼叫做不強勢肝? 就是這個選法 選法就是勢肝 你聽不懂? 因為選法就是 這個叫優勞肝 不過你如果沒有在討論 沒有在討論 你怎麼解決你五萬 你可能會這麼嚴重 那不是說不強勢肝 就好 因為 還有一個三選法 聽不懂? 二選法也是不強勢肝 聽不懂? 了解嗎? 還有這個強勢肝 還有一個惡法 選法 你如果沒有研究 你怎麼知道 什麼叫做選法 什麼叫做惡法 那選法還有境界 也不一樣 譬如說各界、世界、無世界 它又不一樣 這些都是水肝 但是要讓你復狀水肝 也要有一個二選 阿羅漢道提升 和佛志佛道提升 但這兩種是主母的解決 它又不是很標準的道理 怎麼不是標準? 因為這個道理是一個腳枝 大腿而已 你知道嗎? 它是要讓我們復座 佛道要讓我們復座 受那個大生復狀法 就是菩薩道 那為什麼菩薩道 就要學那個二選 因為為什麼呢? 在凡夫的集中 要讓他復座 一定要用二選法 讓他復座 所以二選法裡面 有說到 這個寿性體 十幾年去到八政道 三十七道聘 這樣才會復座 所以這個就是不強勢肝 不過不強勢肝 科學的無人 和大生佛道的追蹤 所以比較多說 就是大生佛教法的菩薩道 齁 這個就要一直了解 慶悟 那個佛教學的心情 所以呢 按照佛法的根本意義 佛法的根本意義 自己的觸性 痾 文 都 食 病 病 沒有 於是 文匯喔 聽說齁 不是你對佛法 聽很多 你對佛法的人 人 那就是一發音喔 你今天聽很多 看很多 不是說這樣就對了 就要再放立 放什麼立 就是第一 主行無雄 主法無誤 立法結成 這個叫做三發音 這說過沒什麼 再來一是相音 一定要再放一些立 這樣才是萬萬 每個人的主義 這樣才可以叫做文匪喔 就是說你今天聽出來 你講出來 因為你有文才會講 但是你講出來 不能偏差到這個三發音 主行無雄 主法無誤 主行無雄 主法無誤 主法無誤 立法結成 跟一是相音喔 這樣你才會 真心真正的路線 本理如來的政道 這樣才不會來奔經非法 聽不懂 那不然你如果是立法三發音 絕對奔經非法 這樣才會 你吃多拼不去 我就跟我們講 只有一個 一個叫做什麼 不留英國跟不買英國 這句話這樣而已 就停掉了 這樣就停掉了 這樣就停掉了 應該是不買英國 他跟帝子搭不留英國 這樣就停掉了 這樣就停掉了 這個不是前禮拜講過 在台北講的嗎 在台北講的嗎 北中宣書的時代 北中宣書是當調 他叫港經 這港經之後 現在港到要完 如果是本經港到要完 他每一邊叫港 都有一位老爺 來去聽經 那聽經的老爺 頭問阿伯 吹吹阿伯 聽了聽了回去 然後再聽到本經港山 現在大家都回家 只有那個老爺 不走 在這個北中宣書的時候 問說 老技師 我今天港 這附近都港完了 你腳也不會離開 他經常在那裡 說 說師傅 我要清潤 那你是什麼事情 他說我 以前 在騎車的時代 騎車的時候 什麼人知道對不對 第三副對不對 他說我在騎車的時代 這個地方 有哪一間佛事 這樣 但是佛事 我是做主旗 那個老爺 說他做主旗 現在已經 變過天災 在地面過 這間佛事 就是一個聖地 一個館 蓋一間起來 他說 我是做主旗 不過有一個地主問我 說菩薩的路因果 不會這樣 我自己說 佛事 不得 但是我所吃的 這幾個不對 讓我 在 佛里 五百歲 這樣 我 先進去 五百歲 中間我正 丁轉七歲 七歲 你知道嗎 四季就出四次佛里 佛啦 不是梨啦 梨就是馬 佛 佛才這麼高 我這樣 我這樣丁轉 丁轉 我七歲 現在這歲 我佛兩千七百年 這樣 佛的名字很高 都想我 到底我是不是在哪裡 為甚麼 我這幾個月 打下去而已 這樣就堆落 做佛心 佛中先生 還說 沒有你 你做我的地主 你問我 我給你回答 為什麼 他跟老先生 老先生 就說 蘇佛 菩薩 會留人家 嗎 這個 佛中先生 跟老先生 說菩薩 不留人家 有差嗎 他就說 差一隻而已 他當初 就跟老先生 不留人家 現在 他就 就叫 變成人 變成人 那火會變 你知道日本以前 那火 都會變成 他就帶小孩 走 走 走 所以現在 沒有人家 沒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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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嗎 所以這個火 這隻火 就是他們的工作 不留人家 但是 佛中先生 不是他問他 他 不留人家 為什麼不留 不留 不留 因為菩薩 是在人間 就是在人間 出生的 入世 聽嗎 不過他在人間 出生的 入世 在土中生 所以他沒有 在人間中 沒有 了解 他只會這樣 不對 所以他現在 就在火 火 現在七世 七世 一萬五千年 記住喔 所以什麼叫做 文匯 不是說我聽聽聽聽 我就叫做文匯 因為裡面 不理如來 證明 就說不可以離開 三法院 了解嗎 就是主行無雄 主要無誤 立法 集証 他是最人 了解嗎 不是可以隨便講的 還是隨便說 九尾還是害自己 不是去害別人 了解嗎 這個要很注意 那麼在裡面 這樣才可以說 你就是真的有文匯 只是說 你所聽的 你所要跟人家說的 都總有實質 這樣叫做你有這條文匯 因為這條文匯不是色 文匯不是這個一般的最色 所以這條文匯就是 含有相關 含我們人的主性 含有相關 所以就是說 你所聽什麼 所說的 不可以離開 如來證明 所以用三法院 跟一實相院 下去做標準 聽聽嗎 這個要很注意 那麼一個 就要說 譬如說 小聖經 這個小聖經 是叫阿含 阿含 正一阿含 中阿含 這個 這個 在小聖經裡面有話說的 靈入室 體管無雄 無誤 立法無誤 立法無誤 你能實在 灌照 觸法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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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在說這個 然後 立法無誤 正一阿含 因為一切法 不單是無雄 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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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誤就是特別的意思 了解嗎 人無誤 無誤 無誤無誤 有生主 生老 生生 無誤 這個叫無誤 那麼如果無誤 就是說 我們本身不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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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不能控制 無誤 無誤 一切法 一切心 一切相 它本來是無 是原生有 它本體就立法 積政了 這個就是說 本來就無生無辯 一定要這樣 你就能夠 奔出栽為出來 甚至還奔回出栽為 有一個很正確 很努力 那麼其中的人 比較叫作德文 聽到沒有 這條文 我們拜託是這樣的 不是說 我今天聽 補充經 我就叫作漫 不是這樣 不可以違背 才會學理 所以這個 改善告電 裡面又怎樣 它看文 發生空證 那麼這個頭經 那個是先破煙氣 聽到沒有 小善經是先破煙氣 那麼當然 下面這句話 大善告電 來是說 你會盡 聽到那個 發生 主法本空的道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就有那個 本書 聽起來會接受 有的聽到說 主法本空會怕 聽到嗎 聽到嗎 怎麼會空 空是要收聽 所以我們有 像引入過 那個廟法 連喚經裡面 開始要說 說那個三十一切 那個金本粽 裡面 裡面 五千的消息 BQ 他就不讓人聽 為什麼不讓人聽 他們聽到 他們就報警了 所以等他 他們五二做 他就在說 沒有 我再給我們提醒過 你如果看過 就知道 所以這個 用大善的警告 你如果是聽出 就說 主法本空 主法空間 主法空間 本來沒有一部分的東西 說 本來沒有 你接受得下去 有的是接受不下去 有的是接受不下去 這個是由大善說的 所以 憲者是真如實性的道文 就是說 有人跟你說 這個真如空力 真如實性 你由文 二點文匯 哦 我們一起主法本空 這樣比較重點 你怎麼知道 不是 我今天去聽見 聽很多的 叫做道文 小善有小善的道文 突破無五無雄 立犯這間 大善是突破 主法一切 改空改空 十無一無 啊 你如果有時候聽聽 你就會怕 哦 所以這個 修學佛法 的人 如果 你如果是沒有三法因 還是說 它是相因來相應 那麼這個就是什麼 脫離佛法的佛心 對 脫離佛法的中心 啦 佛心的叫做中心嘛 啊 你看好嗎 那麼 注意你只要叫這個風箭 哦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叫什麼 注意你想看 你到底叫什麼 不知道 哦 這個文匯 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文匯是不能成功的 因為你文匯沒有鐵地成功 你修衛的偏差 修衛的偏差 當然你修學的偏差 這是避免的嘛 所以你們要學什麼 要自己瞭解 這個 它是相因 還是說三法因 還是說一切空證 不能摺法呢 我告訴你不能摺法呢 不能說今天佛法跟我們說的話 為什麼你就摺到嘴巴 這樣不對 因為本來法無誤嘛 聽到嗎 不能說今天佛法跟我們教一下 那你就要這樣 因為那個佛法是因緣修衍法 激化是實體法人 我沒有騙 所以人們說佛法跟我們偷竟嘛 但是你不是一個人跟我們偷竟嗎 不對 因為他佛法跟我們說偷竟 就是要讓我們了解 有一個人跟我們說這個法律 你可以了解 但是他用這個偷竟的功德跟我們想 你的偷竟就有說 你的偷竟就有回用 你如果是一隻偷竟 一隻偷竟 我告訴你你的屍裡 屍裡在裡面 那叫做什麼 所以屍裡發人的 所以這個金光經的應典 他說偷竟 還要收持 聽到嗎 中文是收持 但是還要為人演算 但是為人演算 當然要為人演算 但是每一個人都會 但是你會成為偷竟 你會成為偷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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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竟的偷竟 偷竟的偷竟 最糾竟的偷竟就是 地匪開放 聽到嗎 重要是這樣 所以你會想說 四季 不過人家在四季 也會把你引導 就是大家 無偷竟 無人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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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最破壞的空 聽到嗎 數字最破壞的空 就是最究竟的元死的金本復告 有的人就沒有去替代 打招就打招 就這樣 像十四月 到最後 一死人收 收不成就半天 這樣不行 所以這個法要換用 因為法是原生的 只要是原生 因為中心有這個不成 所以佛道不定義給我們看 看我看起來 看我看起來 所以這個要注意這點 就是 你今天去修法佛法 就不如想法人 一起想人 這樣就 看你佛法的佛心 因為修法本空 佛法也是原生的 佛法是方便的 八般細節化也是方便 聽到嗎 方便化囉 所以不能一經一發 這樣都做不到 這樣整個死在法人 所以這個文徽如果沒有生就 會有 你如果沒有這樣文徽 就不能生就 所以這個 你如果可以 一種種的法上 憲法中 譬如說 佛法中的每一個法 那個憲法和那個法上 你可以打 這個佛法的要點 聽到嗎 病發 自身心的行為 特殇 不能停止 不能停止 不能停止特殇 一定要看經過 怎麼教我們 進步 行為 已經行為 所以那個叫做修齊嘛 聽到嗎 但是你不是只有修修齊而已 因為你還要為人演算 這個就是行為了 這個叫做心心行為 今天我有什麼來到心點 所以 要做什麼 行為 聽到嗎 我不但要修齊 我還要為人演算 因為為人演算 打的就是 眾生哥哥開團 但是我也要自己修齊了 我自己如果沒有修齊 我會這樣也不對 不是說 跟我們教 要叫我們去教別人 第一 要主教 自己學 自己學 你自己學 自己學 你還要再來跟眾生教 叫眾生教 怎麼修 這樣未來 我們大家都在當座生活 佛法意思是這樣 不是說今天我自己修就好了 不是 這樣佛法不愛你了 你怎麼知道 佛法不是要叫你自己修而已 佛法是要叫你修齊 還才為人演算 我告訴你 今天 如果是醫生教人 經過三大大大 那個醫生不知道 剛才要主修 那些人都對落 真的都對落 因為你在社員裡面 那些人 注意你指好 你就是經過哉佛法 你還要知道 你在佛法的面前 成功 那些人都有念 讓我們聽 那些在BQ的概本 菩薩英露經 先給我們解釋 你將來怎麼進行 都跟我們講 你也是有一個 六檔改 到二十八卿改 聽到沒有 那些人一定要按照 但是當初在佛法 在臨時 你已經有合佛性 你不知道會記得一個 我不知道 你不能再違背 你總之不能起書 起什麼人起 我們本書 那些什麼 因為你在佛法 你已經發心了 你就要趕快學 學我將來看 要怎麼學菩薩 你總之不能降一個習慣 說我今天學我自己知道就好 不可以這樣子 所以今天你不是說 心心的行為 乳性修煉有體驗 所以修煉和體驗怎麼比較好呢 這個概定肥是三部 那些比較準確 你聽到沒有?概定肥 所以今天我告訴你 人沒有一個負責 不是在家出家 那些綠菩薩 這種的水準是比較健康 因為綠菩薩 你主導的負責會 跟修煉法 所以當然 你必須要主修 第一 你要改 第二條的改主修 第一條是保濕 保濕呢 是重要 是法師比較重要 那些叫做為人演算 那些叫做為人演算 我說我聽得好嗎? 為人演算比較重要 但是這個中間的一個國中的無人的任務性 還是說正經度 正經你也是要特經 這點的正經 特經跟北經 為人演算 這都是修理正經的方便 提供 所以 讓我們的心底 第一 讓我們的心底 比較清靜 比較安靜 因為改來的頂頂就是安靜 三部六項 帝府開發 這樣開發之後 你就沈進京中來 要做事情 有夠好做的好做 所以我跟主委說 就是說 經典那麼好看 我告訴你 按照我去看 不是太困難了 按照我現在去看 不是太困難 如果有些人演算 稍微演一下就知道了 就能奔通 很多道理出來 主委當然 個人有個人的經濟 跟個人的貸費 你如果是管理用心 叫團隊說 皮操人 那個地方你管理用心 就去朝下 你說去開發還是很快 總是有一個起點 有一個開始 所以你可以在這裡安靜 心可以安靜 但是不可以安靜 不對 安靜是為了要發肥的 了解這點 你知道嗎 因為閃電後要發肥 閃電後不是說今天用那個桌 不是這樣子 我就要把我們主委說很多了 那些內容也說很多了 尤其是我在維毛結局裡面 拿了很多資料 跟我說 一般的人都說 很多人用不著 所以在這個中間 主委 如果你要聽我 做我的座 我就跟你們說 你不要打作 你不要學會打作 你要學會打作 你不要學會打作 你不要學會打作 那些內容也說 你這個法律上 你一定要自己 真正在地 這條法律裡的 才會殺死 不然你自己打作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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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法律相關了 所以這個文匪 雖然是極限限 要聽到文匪 是真正 聽起來這句話 變成真正 那也不可能 極兵性 這個召善基礎 我告訴你 因為這個基礎 如果沒有對文匪建立 你把一個 生中的偏差 有這句話說 是一個合理 差一個潛力 聽到嗎 一點點而已 不過 九尾 海 在這附近 你說人家去 要對錢 對不對 對錢 你聽到嗎 你說偏差一點 哇 去到那邊 這間老婆 不可以 聽到嗎 要注意 這是這樣 不可以 那個召善 裡面 方向漂洋 就不可以 做標準了 你這樣了解 所以我們修行 這個基礎 你如果沒有建立一個 很健康 就說有道文 但是道文都要健康 所以我 我不會把你們教不住 啦 齁 啊 基礎就是這個銀簷 我也有穿在經中 沒有比別人更厲害 但是我也很用心 不會比別人更沒有用心 啊 了解齁 所以你們今天去聽我的話 齁 齁 注意 我告訴你說 什麼辦法做 什麼不可以做 什麼不對 因為我都有經典的義股 因為我都經典義股 一說我就沒有教寡 標準人 所以你不要自己想自己調 齁 如果自己想自己調 你不想聽我放的話 實際上 我非常不愛人 這人像說 達人 達人 在業種都不想聽話 我心目看不 vampires 聽嗎 對 他們怎麼不想聽話 你想想 你受性不對 大家要在賤熱呢 賤熱反襲 我就發心去給你們教 你怎麼知道? 因為你陪我有修讀之言 聽不懂? 這樣你對我心裡痛苦 像這樣發生一件事,我會痛苦得真 聽不懂?你會不會發生一件事 總是這樣,大家都陪我修讀之言 就對我修,又很用心 不對,很痛苦 聽不懂? 所以你不要誤痛 你不要說,修講這樣 我就跟別人說,我就要聽別人話 不要這樣 那我摘那個國人的習慣 你不要 所以真的在說這樣 因為今天,修要靜靜一番 所以從文匯開始 都聽 但是都聽不懂聽 不懂黑白聽 這是真正的事情 如果黑白聽,你黑白看一看 到底是對的嗎? 你自己還沒有水準 心態下一個,你就準備好 這樣不可以 所以你如果可以由文 再修讀,再去修讀 這叫做鐵鏈一番 靜靜一番,又鐵鏈一番 因為今天你如果是文 你如果要把他拼著鏈一番 我告訴你,我絕對開鐵鏈 你注意改行,絕對開鐵鏈 不會說沒有 注意改行,你把他拼著鏈一番 去看,一定會開鐵鏈 這樣才可以在這裡生抽 記得 拜託一下 你不能將來還給我麻煩 下去去幫你們救 我沒有騙人 一旦有修讀之間 我希望你們大家在我早上生活 不要再堆落給我 幫你救 聽到嗎? 因為你們都有鐵鏈一番 對不對? 鐵鏈一番就和我已經不親了 有一個問 他就沒有想 他怎麼發佈了 叫我不要說 他真的有一個人 叫一個南鄉客人 這個路鄉問的 他說他有要來 他要出計劃安裝 我一定會跟你回答 你們都是第二倍的 第二倍的機會 讓我給你整個 你們再堆落 我實在是有很難 聽到嗎? 所以我把你們怎麼搞 你們怎麼收 拜託你們叫 最快沒有 你們第二世絕對讓你們不提算 為了有進修入證討 到處都會進 你絕對不會錯 你如果還有本書 行大行菩薩道 當然這是很好 我們聽到嗎? 這是很對 可是萬家說要學北來 這樣不行 所以這樣 比較 可以協助 現在還要引入 譬如說這個 宵性的宿儀流子 宿儀流子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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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儀流 宿性流 就是 宿儀流 就是 就是 宿儀流 因為今天 宿儀流 所以 宿儀流 就是 孕婦 要注意喔,因為有四種標準,叫做素義。 它這個四種的標準比較成為流汗得出來, 這個素義是什麼? 我拿下給大家抄一下。 這個素義有幾種的法, 幾種的法。 對,素義。 第一,醫法不遺言。 第二,醫療疑精。 第一條,佛道說五以法立種, 費醫五立種。 不是這句話告訴我們這時候醫法, 但是要記住什麼法。 這時候 buried什麽? 這一時已經blowing了何這種法, 對你記住當心的法會。 聽不懂? 什麼人說的都沒關係 他過去就是一個殺人鄉凡 今天已經翻會 來講經,但是他的法律說得非常健康 那麼你就會翻 不要理會說他過去就是什麼樣的人 就是一個責翻什麼 但是他責翻就說參會了 但是再一點,沒有人的年紀、責少都沒關係 但是他這個經裡面就說法律上如何 你就這樣下去,依經會生 不需要依人 他就說這個人要做 要不要每個水上的標準 沒關係 為什麼因為他還反復經 反復經聽好嗎? 就是說他還會不對 還要吃飯,還要和我們穿衣 當然還有很多不可以每個菩薩的水準 因為我們正經反復是 麻煩比較多 沒關係 不可以說你把他追到過去 還是說他現在一些生活上的 跟我們蜜蜜蜜 你就當作這個水準 可能沒有什麼對 但是人家如果是因經古典出來的威 法律上都說是經典 那麼你依經典收得好 你不用叫客戶於這個人生的 有的人在跟他玩古兆 那是自己沒有得到 聽到嗎? 要很注意 你給我們這個師父可以帶動 但是他的警告來講得很健康 並沒有跟警眾處理 他都說這個警警警察走你不對 走他本身走不對 走你受不對 所以他用這句警戒 再用這句警戒來嚴重 再用這句警戒來嚴重 這樣就是法律了 就是由來證明 你還有什麼能夠挑剔? 我請問你 要注意啊 第一就是醫療癒經跟不醫 不療癒經 療癒經是什麼? 那個不可說法 聽不懂? 那個不可說法就是療癒人 這個成果主導一個人說過 那個不療癒就說出來 那個不療癒就是一切法 聽不懂? 那個就是療癒性的一切法 這個叫做方便法 方便算 但是你一定要突破方便算 去開悟這個主性的空間 因為這個療癒是不可說法 不療癒的經是可說的法 但是當你那個可說的法 你就把你突破了 跟你說出來 說出來 你就突破了 那麼才放掉 還不能再接了 聽不懂? 如果再接就不對了 熟體、因緣體 這都可以說 一切法都可以說 但是有一天 那個突破了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叫做療癒 那個不可說法 因為這個法有有違法 有違法就是不療癒 聽不懂? 有一個叫做無違法 無違法 這個就是可說的無違法 這個就療癒 但是究竟那個是不可說法 這個比較重點 有時候你不去追蹤這個 聽不懂? 不可以這樣無恥無恥 我告訴你 好 因緣這麼好 還要再給他一起 天天要聽到五四三 不可以這樣子 你不去追蹤 我還要跟你們追蹤 我沒有騙你 好 那麼第三 疑疑不疑疑 佛法的疑 有時候你看他出來 不過這個疑見 說了會衝突 聽不懂? 今天這個生活者 不一定有過追蹤 但是文化者 不一定會比較差 聽不懂? 因為有時候 你們這些技術在這裡 大家有的 技術在這裡 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出界的人 就比你們更差 但是重要 這句話的疑是選擇 怎麼會這樣 對 我們這個疑見上 會出問題 會出毛病 這是實際的事情 所以你就疑疑 不要疑疑 聽不懂? 那麼就是疑疑不疑疑 疑就是什麼? 疑的疑疑 疑就是什麼呢? 這個文字上的認定而已 那麼你要怎樣 疑疑疑疑不理性 當然你要疑疑 才可以知道 你沒有疑疑 不知道這個人 到底說是標準 還是沒有標準 是由這個空性疑的流落 或是因為文字疑疑 所表現出來 或是說他世間學識很多 都用那個世間學識所說的 這個叫做性 這個疑疑就是這樣 第一 疑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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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 所以他們在道文 分析 目的就是要 改革境論 所標準的紀律 今天這個道文是為了什麼? 那這個分析是為了什麼? 目的就是 我要了解 要可以講 這個佛道所說的經 和菩薩所說的論 它所標達出來的紀律 到底是什麼? 齁 所以不是在面上裡面的接觸 不是我今天要教學一些民相 教學一些法技 不是這樣 就是我要拿去 了解 佛道是為了我們教學 什麼? 我怎麼能修到健康 比較不會擺開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你今天又堆了 不知道要再多久 才會堆起來 聽到嗎? 我常常在那個北冠災界裡 就有比如過了 在禄道的眾生裡面 在人道裡面 真的有那個 關山放一條山 然後 背背背背背 剛才爬面一支架 剛才把牠沖沖沖沖 你可笑嗎? 那樣的困難 你可知道嗎? 不是說隨便便可以在那裡人心 今天就有在那裡人心 還可以問到輔導 還不是說 聽一個五四三 那個五三 正經就受到 這間經驗給你們聽 不是這樣啊 那你又不想怎樣 還帶一個比如 那像這個大海中 那一塊茶 放一支架 那菇在水底瀑起來 那個菇頭都弄在那裡 沒問題 要怎麼去弄在那裡 一支架 我說我聽聽 今天我這個文書要怎麼做好 這個文書要表達就好 表達有好就根本你就收不起來了 不是只能表達就好 所以今天要做 不是說今天我偷偷的 我就去回家了 去世間轉家了 再做一句改變到一大堆 不是這樣 重要是你今天要做完之後 學了健康 收穫健康 這樣來比較不會擔心自己 所以呢 這個文書要做兩方面來理會 你今天去文書要做完之後 你要分析 那麽這個是對一個方便 用兩方面來理會 第一就是佛法 這個又共親共共共 第二就是對於武士的法文會做法 會修法 這個我們有跟我們講過 這個學法一定有政治正見 這樣 那麽政治正見 這個學法一定有在哪裡 就是對文來 文 書 收 收 但是收 比較像是有改定規 這樣 所以今天這 如果主委既然要學 就學給鐵帝 那不是說學 學一遍、兩遍這樣而已 所以一定要不斷的分析 不斷的分析 如果沒有不斷的道文 那位 我們抹還沒抹 收也收不正確 這樣 所以 我們現在這篇 就是叫做 輝的進修 輝的進修呢 我們就從這個叫做文開始 所以我們現在 可以按摩說的 就是在184頁 末了算來 在這個叫 第四五頁那裡 第四五頁 我們正是說到這個 有關文 關有道文 分析的意義 他不從這裡開始說這樣 是怎麼開始道文 啊 怎麼叫做道文 這個道文 頭前有說一段過了嘛 所以這個道文 可以將兩方便 去理會這樣 兩方便 第一 佛法 這樣 被唐 醫治 敷人 這堂 的 這裡 這樣 我們一定 attach 發立心心的學者 我們有跟我們 從述國 proof เสWorld 過 發立心心的學者 當然 contin 必須 ridge 2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重生無編血管渡。 要怎麼渡,我們本身一定要有一個健康的理念。 如果沒有一個健康的理念,看你要怎麼渡。 連主渡都不可能要怎麼渡血管。 所以這個法文無量血管渡,這句話會從這裡開始。 宿逢血管一定要從這裡開始,所以有一個叫上求佛道, 和有主教,下法中生。 所以一定要由這句法文無量血管渡的功態意義。 要親、聽、聽、就這樣。 不是說這四人要親切聽一聽,就幫我刪刪去。 然��的肩子咪,百個性你還是不太 Brasil,我沒騙你。 並沒有使命, nen格 771999。 否則那一頓麻煩,這樣你的能否結不會來。 所以你喜歡聽、聽就黑。 我們聽也聽喔, 適合適合器我們不成功, 但是문�u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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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自然,像稿。 知不知道嗎? Door Renee便是洞。 所以有一句話叫做地形合音嘛 我知道就要走 要學 所以呢 一結學中間要無厭借啦 不可以說差一點就覺得真實 真實 這樣不行 那麼第二 就是說對於我每一個法文 法文如果他跟我們說的是有八萬四千法 當然我們沒有去算 說到底什麼法 第幾法 第幾法 到底什麼法 叫做建法 我們沒有去算這裡 但是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無量的意思 要學無量 每一個法文齁 都要不斷的認真去經濟這樣 如果是要來跟他 他目前佛道頒頒頒頒頒 分作九代宗 這樣就有九代宗的法文 那麼今天呢 如果是要說五成法 還有人生 天生 二成法 還要跟他大生不共犯 如果要說三屬德 還有下屬 中屬 和上屬德 那麼這個是面對三 三種的這個還有法義 五成法是面對五種的中心的體性 所以這個一定要不斷的認真去經濟 一定要不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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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 這樣才可以讓大家正式 以及正通的實練 正通的實練 因為每一種法都要知道 要倒分師父 如果這樣呢 一定要不斷的積色 分分和尖叫這樣 那個婚就是熏陶的意思 熏陶 你在地聽就在地摸 在地聽就在地摸 這句婚是 簡單又用一個意思說 譬如說做香的人 是這個做香 兩這個做香 生苦自然有膽子 了解沒有? 以前有種大師的人 今天剪這個師傅 平日才剪這個師傅 到沒有的生苦就有燒 了解沒有? 所以這個婚就像是做香的人 你一個人和兩者一起做香 那麼你和人走過 就覺得你這個人先有一個香味 那麼這個婚 這個婚 你不斷的婚 你的現出是一種有合文的水準出來 人家現在和你講話 就覺得你這個人有學問 你聽不懂? 你今天在地聽見文法 聽見文法 有一天 你要和人一起做 人家就說 這個人不簡單 這個叫做婚姓出來 你聽嗎? 你如果在地聽見文法 在地聽見文法 你在地直接 直接進入來的警告 有一天你和人說話 這個人不簡單 這個人非常有合文 這個人非常有復活的經濟 這個人非常有基礎 這個人很有 begin 這個人很有可能 人家都有人要看過 你出來 甚至你做個行為 行為要求辭 又要求辭 都聽著 一地聽著 一地問 在地聽著 你都在地 你一個人在地 譬如說你一個人有五分 誰知道沒人就收資深 那個人上去 像我一天沒有人收 誰知道沒人就收三分 所以你等一天有八千分 你上次沒有你就收五分 通常有一天你八十分 你上次沒有你就收七分八分 這個叫做救一救一 你的內在的心 漸漸就清靜到安定下去 如果沒有呢 要不要學法的進展 你心很博實 什麼事情?問題就很多 十念、夢想、射書 問題一大堆 想一想,不應該想的 比如說 以前有一個殺到的魅力 這些問題都很多 但是現在已經有文化了 這個就在減少 以前有惡口 有機義、夢言、夢言 當你聽到佛經之後 你這個惡口、機義、夢言、夢言 夢言、夢言 就在減少去 這個叫做有分二生酒 那如果沒有念 就不會想 聽好 這句就不會想 所以你漸漸心安定 那麼你就明發五生 那就是明就像那個 佛經的意思 明拿 那像那個手技 或是說菜技 剛才發音的那個叫明 因為你在聽好悠悶 從剛才 你就會開始 貼回 今天佛特別要我們知道 明心見性的性 因為你在漸漸 漸漸 漸漸 到底我們人的主本性是什麼 畢竟會這樣 所以有一天 就是 發言台語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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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是 講話中間的 我就說 我就用最後一句話來講 那個迷向最後一句話來講 這樣比較重心會了解 不用這樣喔 你不用用那個名言理想 你自然會了解的真心真心的佛法 這樣 那都不用再英經古典 因為你內心已經清淨 已經明朗 因為分析的佛法很充足 很飽滿 到一天你聽說出來 都不理由來證明 你不用說經典對說什麼 不用這樣 因為你已經讀文 已經你的內心 差不多就有那種實質了 所以你音樂出來都完全證明 這句話是說這樣喔 所以讀文 分析 讀文 讀聽 讀文 或者說家人一定要讀文 讀文 一定會讀文 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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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文 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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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看過 看過一切 因為 主意的記憶喔 你今天如果不再混音 實踏實踏實踏地 放著了 你仍然還沒去 因為留書裡面有一句說 文古之心 我不要聽到這句話 文古之心 你如果說打過 你重心再溫室 第二邊溫室 第三邊溫室 第四邊溫室 那麼新的得力主連就出來了 這必定這樣 那就是說 東西你就接著 接著就食練 到時間到你身材競技就能做 同意思 你如果是打過文心的 到新的得力主連出來 所以這裏不敢說 文肥這個肥學中最重要的起點 就是每一個學股的人 都應該用這個做目標 來處理出鄉 就是用打過文進去 我就跟我們主委說過 我十八歲開始看經典 看經典到今天 看經典到今天 又十八歲開始騎鋼台 這個算起來也是四十幾年的經典 那如果是要跟我們看 總經我也二十幾年了 因為我民國六十三年 去接著替羅斯 是特中華台總經 就開始幾乎看 就開始幾乎看 看經典到十八歲 一般就騎鋼台去鋼 這樣呢 有文 又有經驗 這樣自自然 你在這個肥學中 你就自自然 一定這樣嘛 你如果說 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 就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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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再收 那收就再停 生意一句叫十八歲 一蹦 這樣的話 你都不會知道什麼 所以請大家注意 你如果想說 我將來就要寒驚鳳台 你自己在家裡 準備一個小小的蝴蝶 多減自己的訓練 多減自己的寫 多減自己的寫 你知道嗎 這樣一整整整整整整 你就賣 因為我以前在家裡 有時候 一間門城 差不多 一間一半 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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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間門城二樓 等到差不多三分之二 如果我平禮拜 在家裡 寫一步 那我以前就拜我東西 當作人家聽 聽眾 拜我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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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我面湯 拜一拜 那十七八歲的時候 那五分之二 差不多 三分之二 我就幾乎了 幾乎了 幾乎了 這叫什麼 這叫做分析 經驗分析 這樣一一一一一一 就漸漸了 有經驗 就越大越窄 這叫做分析 太太 了